我們問問一個比亞迪的一二一一 這個朋友沒有說名字 他說他220元有兩手 好嗎?好沒有現價賣了一手 然後等220元再買回呢? 那我買得挺漂亮的 我挺喜歡他這個想法 有動態trading的流年華 2020這個位置就是之前疫情煞下來的那一刻 現在121最新的消息就是他出了一個型起 那個型起挺厲害的 就是在說增長Q1增長1.7倍至3倍 就是那個人數幾倍 但是都OK了 而且他都說明了 就是最新的消息除了那個型起之外 就是說他現在全力是搞電動車的 他不會再做營車的 那所以變成這樣東西都令到比亞迪的股價 都就是近來你說市差或者是一些車股都差 比亞迪是獨強的 就是香港上市來計算 所以我覺得你看看金鑽 就算了之前的頂就大概245 充了幾次都充不到的 那整天就算硬正的了 就是出了型起之後 那個市跌下來 他都沒有什麼特別點跌 看看金鑽有沒有機會破到245 再上到250 甚至更高的水平先去吃 暫時可以等一等先的 如果你說喂 我發覺他這一兩天都是破不到245的 那你可以先吃吧 就是似乎245是一個暫時短期的 trading range的頂了 那你可以到時先吃了一手 然後再看看有沒有機會 下230啊 甚至你目標的220才再買回 下230才9 前幾次 訂閱 集小時 盈 評級 評級 評級